受新冠疫情影響 由2020年1月起暫停服務至今的 城製直通車可能成為歷史 有報導指 港鐵短期內或解散營運 城製直通車的客運部門 意味直通車可能永久停駛成為歷史 受影響員工將調往其他部門 而雙層九港通列車行常檢查及維修 近期已暫停 港鐵回應傳媒查詢 就指通關及恢復跨境鐵路服務安排 有待政府公布 實證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表示 將來香港搭高鐵可直達廣州東 取代直通車 屆時東鐵線因為不用再配合直通車行車時間 可以增半遲提升再客量 城製直通車港九線 1910年開通 1997年延伸致戶九線 維高鐵通車後 城製直通車客量逐跌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